新竹市香山区垃圾掩盘抢12号上午10点多传出大火 起火区域因为堆放大量飞机家具在海边强风助长下延烧迅速 不到20分钟已经有超过200平方公尺陷入火海 浓烟滚滚就连市区都能看见 直到中午12点才控制火势 新竹市消防局表示民众通报发生火警疑似干燥高温 飞机床垫及复合家具店突然窜火 火势延烧迅速 因此消防局低时间派出4个分队进行救援 不过因为火势太大又在增援3个分队 总共7个单位出勤 目前垃圾厂火势已经控制 后续将把资源物减少占质量 降低起火风险 据了解面积约30公顷的进水卫生掩埋场 被划分为多个废弃物堆放区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后研判 废弃物都是一区一区分开堆放 暂时没有向其他堆放区延烧 而环保局接获讯息后 也立即派人到现场监测空气品质 恶化影响范围为新竹市乡山区 提醒民众紧闭门窗 若需外出时注意自身健康防护 配戴口罩 我们就会到大麻眺 知道 那 我们就会